捡起一块块的田里的石头 这一处九分地要栽种各式各样的部落农特产 也是要展示在原住民假日市集的平台上 以往有重建会与屏东县政府合作经营的原乡假日市集 从今年起进驻厂商就要靠自己自主营运 先把这个环境整理好 把田匹好 所有的东西都就定位了以后 形成一个市集 经过去年的一整年的一个营运 那后来因为整个场地的关系 我们在做一个统整 市的开始是从大年初一开始 那从大年初一开始之后的 每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 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来跟我们的民众来接触 就在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对面的原住民假日市集 就算交通方便 以往却无法吸引过路人的目光 在去年就进驻的厂商虽然经历过没有人潮的窘境 但是认为能有一处展售的地点还是要好好把握 总觉得放弃又觉得很可惜 所以想说又再回来看看能不能再重新出发 今年将在大年初一重新营运的原住民假日市集 总共进驻了八家厂商 来自山地门 马家以及来一乡 现在要靠自己的双手打理一切 也提供永久屋居民寄卖手工艺品和农特产品 希望借由种植还有展售有机自然的原乡特产 吸引游客 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假日市集 记者Arrive屏东长治采访报导